再试一下用之前一样的用户名 还有邮件地址 按下注册 会返回一个500的状态码 在响应回的数据里面 会包含一个code 提示Existing User Login 在Message属性里面 会包含具体的信息 说这个用户名已经存在了 再试一下 修改一下这个注册的用户名 按下注册 这回呢也会返回一个500的状态码 在响应的数据里面 这个code的值是Existing User Email 在Message里面会提示说 这个电子邮件已经存在了 下面我们可以去根据这些信息 在注册页面上去显示一些提示 找到点按处理注册页面 提交按钮的这个方法 在这个成功的回调里面 我们可以去掉之前的这个注释 这里呢做了一个判断 如果响应的Data属性里面 包含code属性 应该呢就是那里出了点问题 这样如果这个code的值是 Existing User Email 我们可以把这个 页面上的Message这个数据 设置成响应的里面的那个Message属性 就是Data下面的Message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code的值是Existing User Email 也可以去把页面上的这个Message数据 设置成Data里面的Message属性的值 下面又判断了响应里面的状态码 如果这个状态码是500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页面上的ShowMessage 这个属性的值设置成True 三秒钟以后我们再把这个值呢 设置成False 再把这个状态码是200的这种情况 要做的事情先给它注释掉 保存一下 回到模拟器 我们再试一下 输入一个在网站上面已经存在的用户名 再输入一个已经属于某一个用户的 邮件地址 再输入一个密码 按下注册 页面上呢会显示 抱歉用户呢已经存在了 修改一下要注册的用户名 按一下注册 页面上呢会显示 抱歉这个电子邮件地址已经被使用了 这回我们再去修改一下 注册用的这个电子邮件地址 这回呢会注册成功 返回的状态码是201 响应的数据就是 新创建的用户相关的信息 这里我们可以再去做一点修改 如果响应里面带code这个属性 我们要做的事呢 就是去把响应里面的Data的Message 这个属性的值 交给页面上的Message这个数据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呢去做一下这件事 再试一下 输入一个已经存在的用户名 还有一个电子邮件的地址 再输入一个密码 按一下注册 会提示用户已经存在 之后我们再试一下 去掉这个密码里面的内容 再按一下注册 再得到的这个响应里面的状态码呢 是400 数据里面的这个Message 这显示的呢就是无效参数 Password 回到项目 复制一下这个状态码是500的这种情况 如果得到的状态码是400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在页面上显示那个提示的信息 然后在三秒钟以后关掉这个提示的信息 再回到模拟器 再试一下 输入一个用户名 邮件 直接按下注册 页面上会提示无效参数 Password 这会在去掉email里面的东西 再一下注册 页面上的会提示 无效参数 email 雷奏 战 安 雷奏 说 野